泰国法郎老板娘钟和黄若韦又日前上演大和解戏码翻设自脸书 记者消防起台北报道 环宇新闻台主播黄若韦日前到泰国遭已洗霸王头 遭该电网红老板娘直播 引发虚然大波 后来他和有人亲自登门道歉 老板娘也是出善意 双方在镜头前和解 然而事情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该为老板娘竟又开直播爆料两人在去法郎前 还做了霸王SPA 对此黄若韦哽咽澄清他在法郎事件当天才抵达泰国 我们先去拜拜后就因为大雨前往法郎 并没有做精油按摩等行程 并称从没有人跟他查证过该事 他表示法郎老板娘开直播谈论没有发生过的事 也从没人来跟他查证 老板娘说他是经说 但他目前还在与律师商讨如何处理 不想随之起舞 他透露和解当天有当地媒体到场 也是网红老板娘找来的 因此不愿接外申之 欲弃心有余悸 此外该为法郎老板娘也被起底 原来他是当地知名第三性网红 因风格辛辣感言 有二十多万粉丝追踪 影响力不小